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烟台 因为不甘遭久晚午的工作 也不愿意受别人的限制 所支配自己 那我们选择了自主创业 我们先后做了自己的人力资源公司 和汽车零布杰公司 经过几年的打拼 业绩还算可以 那也受到了家人和同事 朋友的认可和羡慕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的一个朋友 带了爱多美的产品 到我的办公室 由于当时我比较忙 也没太在意 那隔了几天呢 他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简单 给我说了几款产品 我当听他说 这个产品价格很便宜 并且呢 这个牙刷 还有异菌的功效的时候 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因为我一直也在用一款 银离子的牙刷 电动牙刷 当然了 它的价格 比爱多美的价格高了很多 朋友在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只牙膏 留了一只牙刷 然后并且告诉我 你一定回到家里用一下 出于好奇 回到家里呢 我就使用了 爱多美的牙膏和牙刷 那第一次使用 我感觉 这个牙刷 它的毛还挺失踪的 那这个牙膏呢 也很清爽 我一直有一个 牙龈出血比较严重的习惯 那一直也用了 国内很多知名的这种牙膏 特效的牙膏 但是最终没有什么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我惊喜地发现 我的口腔问题改善了 后来我朋友又过来 给我推荐了很多护肤品 其中就有 艾什洛特增严六件套 那这套产品 真正地把我给折服了 因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周边的家人和朋友 发现我的皮肤 从光折度 细纹 斑点上 都改善了很多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这一套的价格 还不到我之前 用的精华 和眼霜的价格 那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是一名消费者 我作为一名消费者 我想花最少的钱 又想用到很好的产品 所以我发现 爱多美做到了这一点 那为了更好 更多地了解爱多美 那我逐步地 把家里的一些产品 慢慢地更换成了 爱多美的产品 当时 其实我只是一个 忠实的消费者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 来从事爱多美事业的 是我了解爱多美 获得了CCM认证 我一直作为第三方 从事服务行业十多年 甚至服务客户 有多么的困难 我们不但要承担 甲方的很多严格的条款 还要更好的 更多地去维护员工 人是最难服务的 也是最难管理的 你一不小心 你花了很多的钱 去培养他 但是刚培养好 有可能他就把你给解雇了 现在的传统生意 真的特别地越来越难做 所以当我知道 爱多美获得了 CCM认证的时候 我就决定 要深入地了解一下 爱多美这家企业 多年的行业经验 告诉我 我深知 CCM认证是多么的难得 CCM认证呢 它是有韩国极具权威性的 国家级的一个认证 那么目前 在50多万家企业里 只有182家企业 拿到了持项认证 而且爱多美 还是行业内 首家获得CCM认证的 所以爱多美公司 能拿到持项收容 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且是非常非常光荣的 CCM认证呢 它是评价企业 是否以消费者为中心 进行活动 并且不断改善 经营活动的 意向认证制度 它是指通过企业 以及机构 以消费者为主的 经营文化 传播 以及提高消费者权益 方面的努力 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竞争力 增加消费者的利益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家伟大的企业吧 如果我说 爱多美能够获得 CCM认证是一种必然 估计很多人 都会有疑问吧 别着急 接下来我为大家揭秘 首先第一点 经营目标 每个公司都有 自己的经营目标 而爱多美的经营目标 却那么的与众不同 说到这里 大家都能对爱多美的经营目标 脱口而出吧 是的 第一点就是顾客的成功 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说实话 真的 在我认识爱多美之前 我根本没有 见到过这样的企业 也很少有企业 将顾客的成功 放在首位 大部分都是为了 获取更多的利润 来经营企业 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作为商人 就是要赚钱嘛 那利润高了 我们就给员工 多增加一点福利 利润低了呢 我们就取消一点福利 那甚至可能会降低工资 而爱多美 它就不是的 爱多美公司 不是为了 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 而是希望我们 能够通过公司 过上更好的生活 更是让我们把爱多美 当成实现自己梦想的公司 第二个目标是 成为流通的枢纽 为了让会员用到 更优质的产品 爱多美以GSGS战略 将全球资源 全球共享 让全世界消费者 逐步出户 用到全世界 最物美价优的产品 目前 也正在筹备 中国本土 更多的优质产品 逐步地丰富 我们的产品线 这又是为实现 顾客利益 而设立的经营目标 那么第三个经营目标 是超越一流的企业 为了给顾客 带来更多 更持久的成功 更长久的获益 爱多美公司 为成为百年企业 一直在努力 践行着 以爱多美中国公司为例 爱多美公司 在来到中国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自己的工厂 与总部大楼 研发中心 包括我们的物流体系 客服体系 IT体系 也都更加地完善了 比如为了将产品 以最快的速度 那快递到我们的 消费者手中 公司选择了 与国内知名度超高的顺丰 快递进行合作 不仅如此 为了更好的 有购物体验 公司呢 不惜花重金 与国内知名的 阿里云合作 研发商城2.0 相信很快就要上线了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呀 以上三个经营目标 不管是从哪一点 都是为了实现顾客的成功 而设定的 当然 作为产品流通企业 如果说 何处最能体现 以消费者为中心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 异口同声地说到 产品 两个字对吗 是的 爱多美成立至今 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离不开我们的核心 大众 精品 很多人觉得 大众和精品 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但在爱多美 我们做到了 就像董事长 今年提出的成语 两者者二 当然 想要做到两者者二 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拿牙刷给大家分享一下 董事长在选择牙刷的时候 去了很多个各大超市 购买了几十只牙刷 都是不同价位的牙刷 他拿回来挨个体验使用 最后把自己的牙龈都刷肿了 那我们机智的董事长 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牙刷的毛 刷我们的手背 那看哪一个最舒适 哪一个最合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 最终选择了一款牙刷 当时去商谈价格时 供应商最低一支 是十元钱 为了给消费者 获得更多的福利 那么我们董事长提出 如果需要 可以提前预付原材料的资金 那再如果想扩大生产产线 提高效率 那能降低成本 从而降低价格 那么公司也是可以提前预支这一款项 进行生产线的扩大 经过多次的商谈 最终我们以七元一支的价格给到消费者 而爱多美的牙刷 它有很多的特别之处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想问一句 是不是特别的棒 除了降低价格之外 爱多美还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同时 不断地加大量 并且真正做到了 加量不加价 例如我们爱多美的换利饮 从最起初的时候 一盒只有三十袋 现在增加量到了六十袋 因为董事长觉得 如果一盒只有三十袋的话 经营者在分享的时候 给每一个人去体验产品的话 那很快就会被用光了 这样一来 自己无法去使用产品 经过与生产厂商的不断的周旋 最终加到了六十袋 再比如呢 我们的护肤品 我们的精华液 我们的眼霜 等等 这些都是增大了容量 并且我们的价格 一点都没有增加 大家想一想 几年的时间 人工成本 原材料成本 房租成本 哪样不是在增档呢 反观董事长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董事长认为 不管何种产品 只有用到为了 把量用得足够的多了 它才能起到作用 如果因为价格特别的昂贵 而每次都不舍得使用产品的话 那将根本无法发挥出 这个产品的作用 所以呢 只有在保证品质的同时 降低价格 增加容量 消费者 才舍得大量的使用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 董事长给我们的产品 还起了个名字 叫 多叉叉 爱多美公司 在产品方面 做了如此多的努力 你以为 只有这些吗 不 不仅如此 更为了 让消费者 用到更多的 日常生活用品 公司也打造了 很多丰富的产品线 比如 护肤 彩妆 食品 生活居家 个人护理等 当然 未来还会有 更多的产品 每个月逐步上心 真正做到 人人可消费的 爱多美 聊起 爱多美 真的有太多太多 聊不完的话题 除了提供 优品 良价的 大众精品 更是 打造了 帮助 普通人 可以成功的 独有的系统 成功系统 相信 经过我的讲解 很多人 很多人 已经蠢蠢欲动 想要 重视 爱多美 但是呢 担心自己 没有口才 没有人脉 不敢 尝试 去做 那么 刚才 我给大家 介绍了 成功系统 它 更是一种 为实现 所有人 梦想 而 打造的 独有的系统 爱多美 成功系统 种类丰富 可以说 适用于 所有的人 比如 每周的 一日研讨会 早安 爱多美 每月 成功学院 服务中心会议 领导力会议 等等 线上线下 同步进行 我们 随时都可以 邀约朋友 一起 来参加学习 并且 公司 为我们 举办的 会议 都是 免费的 我之前 从事人力资源 深知 在育人方面 这个成本 是最高的 那 作为 营销行业 培训呢 又是 必不可少的 所以 很多公司 都是通过 收费 来维持 各种 会议的 开支 而 爱多美 却 繁其道 而行之 公司 组导 举办的 研讨会 我们 都是可以 免费参加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让我们成功 也就是 实现 顾客的成功 在成功系统 不仅有 全面的 公司介绍 深入的 产品 讲解 更有 无数 平凡人 获得 成功的 秘诀 每当 我遇到 平静 比较累的时候 甚至 想放弃的时候 我都会把自己 泡在 成功系统里 通过观看董事长 以及成功人士的分享 给自己 加油 打气 成功系统 给我带来的 最大的变化 就是 让我明白了 目标 要更加清晰 信念 要更加坚定 通过 学习人生规划 让我 学会了用 素质化 具体化 来设定 自己的目标 与梦想 掌握了 通向成功的 更多的方法 所以 在这里 真的 大家 一定要 多带朋友 来参加 我们公司的 成功系统 经营 爱多美 也有一段时间了 以前 做传统的生意 会有 很多 心理的负担 和压力 另外 时间 也不是被我们自己 能掌控的 更不可能 想走就走 那通过 爱多美 我可以说 我可以享受到 均衡的人生 会有 更多的时间 陪孩子 与家人 现在 像我们这样的 七零后 八零后 负担 真的很重 我不想 让我的儿子 像我们一样 这样辛苦 所以 我会更加努力地 把爱多美 做好 虽然 我的儿子 不是富二代 但是 我相信 通过 我在爱多美 事业当中的 努力 未来 我儿子 以及 家人的生活 会更加地美好 尽管 在从事 爱多美的 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 很多的困难 和波折 但是 我依然坚信 爱多美 是一件 非常非常 简单的事情 它是一家 非常有温度的企业 它用实际行动 在帮助我们成功 并且告诉我们 要珍爱 自己的灵魂 用正直 和善良 来经营 自己的事业 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 用谦卑的态度 来服务 市场伙伴 助人打击 未来 爱多美的故事 由您 由我 我们一起 来续写 今天 我的分享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送给大家 两句话 许许会梦 终将所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